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空气一样 我一直在使用 我没感受啊 当我在这个流程里面 这个程序里面 我发觉我的人群真的被践踏的时候 我就发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没有那一种感受 就是检察官并没有通知律师说 他要开演家庭 然后在开庭的时候 那个法官就问检察官说 这个 这个他是有 我认律师的啊 那你有没有通知啊 那检察官就回答法官说 没有通知啊 那法官就问他说 好像是要通知耶 然后那个检察官说没有 他说法律没有规定说一定有通知 然后那法官就坐在那个席上 然后就翻他的那些 那个什么六法全书 然后相关的那些那个规章啊 他就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他真的很不放心的样子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他想说 没有检察官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这条规定吗 当然第一个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做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在第一次警讯的时候 或者是检方讯问的时候 或者是检方要申请击他被告的时候 一定要有强制律师在场的这样的制度 这样子才能确保一个完全没有面对过司法公权力的一个单一的个人 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权益的保障 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可是开始到6月10号要选举的时候 6月8号来我们家搜索 那他来我们 那莫名其...就是那时候搜索的一个理由是说 我爸爸...就是说我爸爸被检举会选 那他用说拿鲜花去庙里拜拜 就是灰甘灰这样去庙里拜拜 他说这是会选 已经被...长期被检举 长期被监听 你知道那种监听的害怕 我们家现在还贴一个纸说有监听 那个不要再...就是讲话要小心 他只要他可以判我们罪的说法而已 法官只要这个 那我们在讲...律师在说明 那或者是我们被告在说明的时候 他们在旁边...在上面聊天 就是那种...好像我们聊...我不知道他们聊什么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因为都是女孩嘛 我们那个法官都三个女孩子 很年轻喔...就是那种...好像... 我们昨天买那个衣服好不好看啊 就是...切切...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聊什么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浮 就是他...他好像在聊他们昨天不知道逛街什么什么事 可是回头就是骂你 回头就是咆哮 你说啊...你说啊...对啊... 那可是...人家在讲的时候他没有在那边聊天 我们法官是这样 所以法官现在作为一个整个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如果品质不好 那么他加给人民的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非常非常的深远 那么我们期待的是 司法的品质要能够作为人民可以信赖的一个机构 而且呢...司法判决出来 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象征 可以作为引导社会 引导人民的一个指标 而不是像现在 我们感受到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刻板的... 只是一个官僚的产品 你如果运气好的 也许你碰到危害少一点 你运气不好 你的危害比较大 我们不感觉司法是对人民的生活是有益的 我们只是希望它少危害一点 那我想这个跟我们距离当中的一个文明国家水准 距离非常的遥远 所以说司法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我们需要大家的投资 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跟动力 我相信我的案子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案子 而且到现在我还是本人所思的 我还是百思不解说 究竟两本交装密封的书 而且没有贩卖行为的书 他为什么会去触犯刑法二三五条 然后总归这几年经过这五六年的沉浅 然后自己对法律的见解 我觉得刑法二三五条确实是一条恶法 其实叫我陈述五六年前的事情 其实那真的是很难堪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 其实我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疲累了 我自己在看电 然后又开学前几天非常的忙 莫名其妙被抓到派出所 然后说我反派通话 而且是莫须有之罪 而且也跟他抗争过 但是无效 他以强大 他以优势的警力来嫁你去警察局 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抵抗 毕竟你曾经 我也不是做一件犯科之徒 我也不曾经碰到检查 这么这么碰到检查这种情况 我也是做一个良好的公民 我很信任司法 我觉得我这个并不触犯任何刑法 法院那时候在一省的法庭上面 有一个女检察官 他甚至当着我的律师的前面 说谷先生你的委屈其实我们都知道 新天分局那两位原警 其实他们都错了 但是你还是要跟我们协商认罪 你如果认罪的话 我会要求法官判你轻一点 至于那两位不当的原警 我会以检察官的名义发函去纠正到两位原警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 今天是你难过或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选择让你难过 所以今天原警要绩效 很简单 我要绩效 我找不到绩效 谁难过 好难过啊 那我不想那么难过去找一个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就去查扣你两本漫画书 那查扣两本所谓的黄色书看 还有加那个胶膜的这样子 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然后办理